小金总 这么浪漫的招你都想得出来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跟你表弟的事就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 他到底为什么拒绝我 小金总 我也没谈过恋爱 也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事 我也不知道 其实呢 我有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你说顾聪辈 他是不是就不喜欢女生啊 不可能 他一定喜欢女生 为什么 我不能说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是怕说了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不说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更糟糕 你要是说了 年价多给你加两天 再给你升一几 升 五番街的项目安排你加入 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十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女生 说认定了对方就是未来的结婚对象 十七岁 就认定结婚对象 因为他那天给我打完电话 就发生了意外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小金总 小金总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小金总 完了 我不会又捅什么篓子了吧 小金总 完了 我不会又捅什么篓子了吧 倩智小金 一家小金 向阳告证 股总 mich是他表弟 秦老师 为什么突然我的实际口前 这位同学 你可以不来好好上课 但请你不要耽误别的同学 顾聪明 原来是 有用 帮我查一下 顾从北是不是向阳高中的 我说 橘子包了吗 怎么样 我说的方法管用了 你觉得呢 橘子没包没关系 我有很多种方法包橘子 比如说 这个橘子你可以 特别温柔地把它包下来 也可以特别暴力地把它包下来 这样 他妈 你可以 你再在我面前提起 冷静冷静 不生气不生气 实际算嘛 谁还没个初恋呀 我先去洗漱啊 洗漱完 有件重要的事跟你说 他还笑 是真没看出来我在生气啊 顾从北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生孩子 不是 这种事情讲究气氛 哪有人那么直接在大街上说要生孩子 气氛 我拼命制造气氛了 但你还是叙叙我呀 但你还是叙叙我呀 是你自己被你自己的台词恶心到跑了 这都是理由 是借口 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你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你有一个十七岁就认定的结婚对象 什么结婚对象 你还跟我装 我都知道了 你十七岁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她才是你想结婚的人 那既然如此 你干吗跟我结婚啊 还说是真心的 那你对谁是不真心的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哼 我哪知道 也许是什么同学 邻居 青梅 竹马 你们小男孩的心思是猜得到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 我自己会不知道啊 你知道 那你说啊 是谁啊 你告诉我啊 你看 你就不敢说名字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说 金蓉蓉 你疯了 吓了 你真的疼我 顾从辈 你就是用 其他 喜欢的人 有什么想说的 你不小心撞到你的胸口 悄悄藏在了星星背后 消灭 我小男人是你 只有你 没有别人 信我了吗 不信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你拒绝我 你那么直白 我怎么会的 或许不橘子 不橘子 不重要 你下来吧 吃橘子 吃橘子 谢谢姐姐 谢谢 来 吃橘子 谢谢 谢谢 好甜啊 这不错 这是我们家果园 我们家旁边果园种的橘子 不是我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在公司吃橘子 千万不要让小金总看到知道吗 小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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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橘子 我们小金总不吃橘子 橘子这么甜 我为什么不喜欢 我为什么不喜欢 橘子 橘子不剥怎么吃啊 小孩儿长个屁 我没有嘴下 对 我怎么会在里面 不吃橘子 要是和姥帖 跟姥帅 在家军中 是什么 柘子 也想想足够 像小蜜位 那样的 小蜜位 我 Zither Harp 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 云朵头喝了我无定的酒 微醺着被晚风沉走 一步小心撞到你的胸口 小脚藏在了星星背后